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特别坦率地说 做志愿者是我生活中的最主要的部分了 他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 占据了我大部分的脑力 智慧和经验 甚至影响到我的情绪 是最影响我情绪的一部分 而这个志愿者本身没有一分钱的工资可以拿 不仅没有工资可以拿 而且我们通常都要捐献 捐赠 捐款 用各种方式 那很简单的一个举例 在去年COVID-19的时候 新冠疫情发生的时候 最开始是中国出现疫情 所以我们这边 不光是我们所有的海外华侨华人 都积极地往国内去买口罩 往国内优 因为当时不是缺钱 是缺口罩 所以呢 我们当时去滑雪的时候 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我们都去它的那个supermarket 去找 说你有没有口罩 他们一看说不用找了 三个月之前就已经早就没有了 就是几乎所有可以看到华人的地方 那口罩都被买光了 谁买 我们这些人买 我们这些代表着所有义工的 就是所有人 包括不做义工的人 当时也是热雪非常 自己花自己的钱去买 那我要说的就是 比如说这个资金在去年 我个人捐献 有很多人比我捐的多多了 我只是比较了解我自己的case 给大家说一下 我去年往国内捐献就是几百块钱 因为当时我觉得我没有能力找到口罩 只好捐给纽约的一个组织 他们直接这个收款 收募款 然后呢 他们去组织去买口罩 当时我记得那一笔是捐了两三百块钱 两三百美元 然后后来 我们在这个local 在我们本地开始出现新冠了 于是我们又开始从国内买口罩往这边来运 当时国内已经开始运作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新年几乎结束了 好多厂商开始运作回来 开始回来那个加工口罩 我们那时候就从国内往这边买口罩 为了买口罩 当时我们这个组织 就是我作为Funding President 就是创始主席的这个组织 叫做三股亚裔联盟 TVAA 我们套招募捐口罩在本地 我个人捐的是999块钱 我们整个这次活动可能募捐了将近2万多块钱 还是3万多块钱 两三万块钱 就是用这一笔资金从国内购买口罩 就是要往美国的各大医院 消防局 警察局 就是叫Frontier 就是最前线的这些人 还有Nurse 也就是护士 就是Front Fighter吧 Frontier Fighter 就我们这么说吧 就是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给他们捐 那还有给学校给学区捐 所以我们当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你做义工 不仅是要花时间 花自己没有挣钱 反倒是投入很多资金 那我们还有的那个朋友们 是用各种的这个企业家朋友 跟他们讨论说 你们怎么样 他们特别愿意捐款 所以企业家朋友也特别慷慨 因为他们有实力 他们的捐款可以上万 所以就是简单的来说 义工在美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和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好多事情尤其是草根的组织 就从义工开始就是成长起来 做起来发展起来 那我们今天就是 我特别想聊一下 这个义工都是怎么发展的 以前中国的华人来到美国 比如说160多年前 华工来美国 大家都是猪仔 都是苦力 没有这种组织人群的这个功能 基本上都是一种 这个最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散落的状态 或者是一个散漫的状态 后来因为受欺负 出现了一些那个帮派组织 类似于当时在这个 国内的那种 在旧中国的那种帮派 青帮红帮啊 这种状态 那 我记得在我在洛杉矶做记者的时候啊 当时洛杉矶一个大佬 叫做黄金泉 黄先生 他曾经是因为 在洛杉矶的华部 就是中国城 为了保护中国城的居民 为了免受 中国城的居民免受欺负 他们当时组织了帮派 然后呢 到现在为止 大家都非常的尊称说是 这是这个华部的大佬 当时他们组织是这种状态的一种 那后来呢 那个 随着这个 华人渐渐的美国化 他们也意识到 就华人也都意识到 就说 我们不能够只是在 under the table 来做这些事情 我们要变成non-profit 要变成美国政府 美国体系承认的这个组织 那于是后来就出现了 以各种同乡会为代表的 什么中国同乡会 什么 什么港山同乡会 什么台州同乡会 就各个地区作为一个同乡会 作为一个组织 但是这个呢 一直是老乔的一种方式 那现在呢 越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 新乔到美国移民之后 移民到美国之后 这些新乔 它的这个组织和结构方式 就产生了 就是它对这个 义工组织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些人 他们在国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头脑非常的清楚 逻辑非常的清楚 学习能力极其好 另外就是他们在国内学习的这个企业架构 运用到了美国来做这个 这个义工 我记得我参与的这个第一个这个运动 民权运动 或者说Civic Engagement 是那个挺梁大游行 当时特别impressive 就是在那个情人节期间 情人节之前的两三天 大家就在微信群里面讨论 说这个事情是多么的unfair 不公平 对于一个华裔的警官 一颗雾上的子弹 是子弹弹到墙上 打到了这个黑人的身上 然后还要判这个华人警官 很重的这个刑罚 就完全不公平 因为在此之前 其他的警察 比如说白人警察 或者其他族裔的警察 如果打伤 甚至打死这个African American 也就是非洲裔的话 他们甚至都可以是无罪的 为什么梁警官要被判刑 当时整个的这个华裔 就就就沸腾啊 就民怨沸腾 因为不公平 那新桥就成为了当时 就是席卷美国挺两大游行的 这个主干 当时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一堆人都是在这个微信群里 就开始讨论这件事 表达自己的不满 表达自己愿意做事情 那好 两天的时间内 我记得当时是40个城市 大家就互相的这个联络 说我们要准备游行 然后在微信里 实际上是没有地域限制的 只要朋友拉朋友就可以进去 我们在北加的微信群里 有波士顿的这个朋友 然后大家就这么相继联络 然后还有那个 芝加哥的朋友 还有那个 就everywhere 就到处 美国到处 各个各大城市 什么西雅图的呀 什么 什么那个佛罗里达的 当时就在两天的时间内 大家就筹划好了 要进行挺达大游行 那这个里面 有人就是专门就分出 这个工作组了 有人去申请场地 因为要游行 必须要通过警察 有人去组织这个财务 大家捐款捐物 然后买各种的这个设备 然后呢 还有人是组织线路 然后 当时哈 我记得当时还没有人说 专门提到这个媒体这块 还是有 OK 这个我已经不太说了 只是当时好像不是很重要 这个媒体的报道 这块好像并不是很重要 当时就经过两天的时间 特别amazing的 就是全美四十多个城市 就进行了挺良大游行 那我当时happen 就是参与了其中的这个 旧金山游行的这个财务组 我当时的任务就是说 大家捐款有多少人了 我隔段时间就要报一次 已经有多少人捐款 表示愿意募捐 然后呢 其他的人来收集捐款 来核实 来这个出纳 做这些工作 那 现在 但是当时在游行的时候 大家聚集在那之后 忽然发现一个问题 现场没有组织者 大家不知道该怎么 真的进行游行 这个是我们成长的一个 interesting story 就是 华人其实并不善于游行 视为游行 甚至不习惯大声地说话 但是从那里之后 很多人就开始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当时我们因为 特别没有经验 在现场的时候 居然没有人出来 就是组织 那 特别碰巧的是 anyway 我就跳到台上去 就带大家去喊口号 说我们要 把这个口号喊出来 让在周围围观的人 知道我们为什么 聚集到这里 然后当时这个 就是一个 不成熟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后来的这个 这个示威游行 就是组织 就越来越成长壮大 在 这种品量大游行 还有一个 之前叫SCA5 这个法案 就是造就了 许多 不错的 这个草根组织 其中一个草根组织 我一定要点它的名字 叫做 SBCA Silicon Valley Chinese Association 然后Foundation 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从 甚至在品量大游行 品量游行之前 就开始做这种社区的工作 这个组织到现在 也依然存在 而且依然活跃着 他当时因为 坚决地出来反对 SCA5 这个 这个SCA5就是什么 就是现在的那个 Proposition 16的前身 也就是说 他要求把这个教育机会 配额化 实际上就是挤压了 好好学习 就是认真学习的 那个华裔的 还是亚裔的 这个风格 要求无偿的 这个受教育 或者是大学 就是大学录取的机会 给其他组裔 这是一个组织 当时这个组织 直接明确地表示 反对这个提案 那同时 在这个华裔社区里 还有一些 还有一个组织 是由台湾来的 实际上也是台湾外省 第二代组织的 一个组织 我现在太想提他的名字 就这么一个组织 他是支持SCA5 但是当时 somehow 他也觉得这个东西不够好 应该更扩大 但是无论怎么样 大家就联合起来 说我要反对SCA5 那个组织是支持他内核 但是认为他不够大 还应该给更多的quota 去给其他的组裔 而那个SCA也就是说 Silicon Valley Chinese Association 就是硅谷华人联合会吧 我们这么说他的名字 这么翻译他的名字 硅谷华人联合会就认为 这个quota干脆就是不对的 也就是现在反对AA的 这个初始阶段 这两个组织 一个是比较激烈的反对 一个是觉得 我那个什么 我是温和的反对 就形成了华裔的这个两个 两种状态 当时好多华人根本不知道 这个没有太参与到这个 就是Civic Engagement 实际上我们每一天的 一饮一着全都是在美国是政治的 你如何上学 如何读什么样的教科书 甚至工作应该给不给配额 公司应该怎么给科 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 但是已经都被政治化了 所以现在就这些活动 我们都在参与 这就是华裔当时就参与政治 就参与这种所谓的政治活动的 义工们的出发点 已经因为已经就是 这些被立法者操弄的 这些法案影响到了 亚裔 也影响到了华裔的日常生活了 原来是一个完全不愿意 讨论政治的族裔 不得不被逼走上 我必须要关注政治的这个 这个角色 这个立场上来 那于是就成就了一堆义工 那现在经过这个 当时SCA5的这个反抗 就是引起了一波 这个草根的组织的成长 然后挺良大游行 然后又变成了最近 这个比如说去年 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 反对16号提案 它实际上就是SCA5 这个提案的变种 由那个非洲裔议员 Shirley Weber提出来的 要求对加州的大学 全都进行种族配额 就是Racist 就是按肤色来做划分 那个甚至连那个 医科大学就是需要如此 就是技术需要如此 这个精密的这样的一些 医科大学都不考虑技术本身 不考虑这个能力本身 只考虑肤色了 它的这个对于亚裔的这个录取率 大幅下降 比如说那个 旧金山大学的医学院 它的录取 对亚裔的录取率大幅下降 因为它要遵从肤色配额 那因为这些事情 真的已经影响到了 华裔和亚裔的这个 bottom line底线了 所以大家就成长起来了 开始做 这是大的方面 那小的方面 比如亚裔细分 这个在很早的时候 大家就在微信群里开始讨论 说呀我们才发现 比如说是2017年 我们才发现在 所有学区的注册表格里面 注册表格里面 对亚裔进行了细分 其他族裔全都是只有一个 填空 你是白人或者是不是 你是黑人或者不是 西班牙语译 你是是或者不是 但是对于亚裔 我们有14个小分格 你是华裔 是韩国人 日本人 那个缅甸 那个缅甸 还是越南人 等等等等 划分了14个小格 当时我们所有人 都觉得非常奇怪 那当时的学区 是冠冕堂皇说 这是为了specialize 你们会给你们 有一些特殊的研究 或者是什么devotion 给你们 我说不对呀 我们首先没有看到 任何的special program 就特别的项目 建立起来 专门为亚裔服务 没有 有没有special fund 有没有资金划播过来 为亚裔服务 没有 那为什么还要把亚裔 分成这样 而其他族裔不分 这就是一个 可以说是 单条亚裔啊 我们只看到亚裔 在升大学的时候 被排挤 没有看到任何好处 所以呢 就是 反亚裔西分 也令一大批 这个草根组织 开始成长起来 有的是草根的人群 开始成长起来 比如有的人是在这个 学区的会议上一起 就是发言啊 组织这个 组织表达 陈情啊 那我 其他的这个学区 我们就不说了 那我 我自己经历的就是 在这个 三谷地区的一个学区 我们从2017年 就开始反亚裔西分 当时学区的教委 甚至都不知道 这是个什么东西 根本不知道 这些什么事情 对他们来说 非常shocking 要说这一群人怎么忽然 我们当时第一个步骤是 把这件事 跟大家说了之后 大家觉得一份填膺 于是 二三十个人 联合起来 到学区委员会 当场陈情 说我们有这么样一个 注册表格 上面是 非常不公平的 专门把亚裔拿出来 细分 我们表示反对 而这些陈情里面 大多数都是华裔 很少的 有一个两个的印度裔 当时有印度人 参与我们的这个陈情 然后呢 所有的这个教委 都是非常的惊讶 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他们也没有办法comment 那整个这个事情的 这个运作 我们去需要 他们awareness 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慢慢的 让他们move 他们的position 让他们来对我们表示支持 我们将近花了三年半的时间 才把这件事做成 而在这三年半的过程里面 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 就是我们的三国亚裔联盟 当时是在微信群里 大家说直接就成立一个组织吧 我们大家捐款 我们当时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是募捐到三千多块钱美元 要成立 就是拿这个钱去成立这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非盈利组织 然后这个组织成立之后 当时有事 所以最初是有11个这个board member 然后我们就开始对于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 如何合作 如何跟学区约会谈 如何跟众议员约meeting 跟他表达我们的这个意见 听取他的意见 希望获得他的支持 如何跟这个社区里的其他族裔进行交流 尤其是印度裔 因为他们也是亚裔中的一部分进行交流 然后呢 如何最终的那个落实点 是如何获得五位教委里面 至少三位的支持 就通过这一系列的运作 超过三年的时间 我们这个小的草根组织 就越来越成长壮大 而且熟悉了整个这一套的 这个运作和活动 比如在这个 在这个city里面 就是在这个华人群里面说 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欢迎大家一块参与 基本上大家就是真的是 每一次活动至少是几十人上百人 比如我们就小学的这个 这个叫 叫elementary GPS 就是说如何在美国的小学 理解它的这个结构 如何就是如果你有委屈 应该怎么申诉 然后如果出现了问题 如何交流 哪些老师是比 是什么样风格的 孩子和老师之间 应该如何的 这个communicate 同时呢中学 然后高中如何选课 然后到大学 大学预考之前 我们应该那个大学的 这个要怎么样去申请 每一个workshop 都很多人参加 而且反省 反省都非常好 于是呢 就是这样的草根组织 就像我们这样的草根组织 就越来越多 最后到什么状态呢 到去年2020年 我们可以说啊 就获得了非常大的成 就是小成吧 我们是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 所有的市议员 市长他要竞选的时候 都到我们这来reach out to 我们这个community 就是这个这个小组织说 我希望能跟你们的这个组织 这个认识 让你的社区的人员了解我们 希望你们能给我们背书 支持我们 所以这个组织到最后 我觉得有小成 就是他能够用他的声音 voice out Chinese American的声音和concern 给市议员 给学区教委 两个这个local level的 这个political body 有政治机器 政治层面 让他们了解到 我们这社区里 有这样的一个华裔组织 他们非常清楚 我们说的是Asian Association 但实际上是华裔组织 以华裔为主的 那我们要听他们的声音 这就是我 这就是草根组织的胜利 那现在呢 有其他的 就是更多的草根组织 比如说 那个华裔还 跟着其他的这个组织 比如说这个 就是跟哈佛打仗的那个组织 他是一个犹太人 以他们为leader 就是领导的 然后好多华裔加入 去支持这个组织 跟哈佛在录取方面进行这个 进行law suit 甚至有很多人 直接买飞机票 当然是大家捐款 那个给他们 让他们买飞机票 到这个到东岸去进行protest 所以这个案子实际上 他的整个的过程 也让那个美国大众知道 Asian 其实更重要的是华裔 对于哈佛这样的名校的录取 已经非常的不满意了 因为他没有公平 那现在还是在debate 在拉锯的过程中 但是可见 华裔现在已经成为 亚裔整个在美国社会 当中的一个领导的这个 就是civic engagement的 这个leader的这个position 当然因为我们华裔的人口比较多 同时 我觉得毫无疑问的是 新的移民的华裔素质足够高 学习能力足够强 非常棒的这个logistic 就是物流 整个这个活动的 示威游行也好 这个组织结构也好 然后呢去进行lossuit也好 或者影响这个法案进行也好 都有学习的能力极强 就开始 开始把这些 我们学到的知识 用就是新的 如何成为amernize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常识 也不知道常识 他的知识 运用到我们的 表达我们的声音的过程当中去 然后呢 开始involve到美国的 这个华裔在美国的 这个政治的这个立场 voice out这个立场 所以总的说来 华裔从默默无闻 哑巴族裔 到现在可圈可点 连就是黑人这个 黑人女演说家 Candice Albans都说过 在大学录取里面 真正是这些 Chinese American 这些华裔的孩子们 华裔的家长们在抗争 他们都能点出来 就是说我们华裔的努力 已经被主流手续看到 但是我们还有路要走 就是说如何赢得 大多数人对华裔的理解 了解与情感上 直接就那个接受 而且支持我们 这还是下一步路要走 因此呢 现在就是有一些 比如说我身边的一些人 就已经一些朋友们 准备组织起来 做一个non-profit 叫做voice 就是我们要表达出来 那这些华裔已经 这些华裔义工们已经意识到 我们在微信圈里说这些 虽然已经成功了 非常有影响力了 但是还不够 我们的声音没有到外面去 所以我们已经开始说 走到主流媒体的social media去 YouTube 什么Twitter 什么Facebook 那个Instagram 请大家用各种方式去follow 去表达 用英语来表达 那所以呢 我能够看到的就是 华裔在美国的这个 这个社会当中会越来越 积极力 我相信 华裔在不久的将来 会变成一个 知道如何表达 而且还不 而且是非暴力的 我们不打砸抢 我们不looting 我们不burning 我们不 不hurt other people 来表达我们的声音 以一种最理性的 最有教养的方式 来表达我们的声音 那另外就是这个华裔的学习能力 我是觉得华裔放在哪里 只要给他时间都会 那个都会开花 开花都会发芽开花结果 首先你得爱自己的族裔 爱自己的culture 你才能够去做这些义工 好多现在有一些那个华左 或者是说有一些人就是自恨 华人还没做什么事呢 我们先把自己人贬一顿 我现在要谈到估计就算是做义工期间的这些 稍微negative的 我们需要改善的部分 就是大家还没做事情呢 一堆negative 就是说我们不能这么做 你不应该这么做 你做的不够好 什么你英语不够好 什么你犯法了 什么这个做法就显得你怎么怎么样了 就是自己人还没迈出家门第一步呢 就已经被自己人贬得体无完肤 我是觉得各位就是所有的这个不能做义工 或者是做义工有限的人 如果你们没有办法这个贡献出自己的时间 力量或者是这个勇气去做什么事情 至少请您不要泼冷水吧 这个是应该做到的 而且这都是自己的族人 他们做的好 那也是给所有的亚裔和华裔 就是扩大更多的生存空间啊 对你是有好处的 请你不要动不动就抹黑 第二点就是抹黑 就是我们在成立那个 就是包括这个各种小草根组织 在成立的过程中 都遇到莫名其妙的抹黑 你知道吗 而且抹黑的都是自己人 你说什么 他们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卖东西 是为了什么卖房子 因为他是realtor 所以要怎么样 所以他是要卖什么东西 所以他们怎么样 就一堆谎言和一堆这个抹黑 就就从自己人身上出来了 我是觉得如果你要是不能帮忙 请你少抹黑好吗 如果你要能觉得自己 还有能力去影响到谁 那请你去做something else 这个因为我们的空白太多了 华裔没有设计的空白领域太多了 请你去单挑一单挑一个大梁 去完成一个leadership 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城市 目前在谈论的是 旁边的一个小的私人小的机场 要变成大的机场 会有多大的影响 那有的就妈妈就开始挑头说 我们要去签名 要去go from me 要去change上面去签名之类的 我觉得这就很好 你认为这个是应该做的事 那你去做leaders 你就去做 那我们认为 比如说反对亚裔西坤 是应该做的事 我们就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那有的人认为 proposition 16是要反对的 那我们就来做这个 每个人做一件事 他认为对的事情 有的人可能说 学区什么什么地方做的不对 要调整是 小孩子上课的时间线太短 现在都网课 那个有的学校 一天才上一个半小时的课程 那于是你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去做go ahead 那你就去做 每个人分担一部分工作 那么我们的社区 就会变得更好 所以就是negative的一点 就是请大家少说 这个negative的话 现在那个我们草根组织 也是按照美国的这个民主的结构 就是建立起来的 有董事董事会 如果说是把一个美国式的一个组织 董事会 为了你个人的什么目的 去操纵这个选票 达到simple majority 你就认为这个按照你的意愿 就把这个一个议题就pass了 这个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没有真正的 怎么说呢 用到这个民主 这个结构的核心 您觉得您做义工 做志愿者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是觉得 我交了一堆朋友 然后 learn a lesson 因为以前 我可以说我的生活非常幸福 我的童年非常幸福 我的朋友们非常好 从来没有说谁就是 故意说是 敌对 敌对 就是敌视我的 但是在做义工的过程中 我们就有被 无名化的过程 非常的委屈 我的收获是人生经验 哦 原来你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 是公益也好 是对的也好 还是会有人站出来反对你 那你只要 只有overcome 或者是说 overlook 这些negative的事情 声音 你才能走得更远 这是我的个人人生收获 另外呢 还就是 叫做寻找同志者 我发觉 其实有好多事情 你都可以找到同志者 这又是另一个收获 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只要大胆地往前去做 你会发觉 真的随时有朋友 愿意跟你站在一起 一起去做 这也是我们华人的力量 我 这个就是说 华人 我就特别爱自己的族裔了 你知道吗 原来在国内的时候 老觉得华人是一盘散沙啦 内斗啦 觉得一堆这个 不好的地方 一堆这个 这个 一堆问题 但是现在我是觉得 其实谁都有这个问题 哪个族裔都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华人会 会自省 而且会学习 真的是越来越好 我们这个族裔 跟其他族裔比起来 我就爱得不行 我们这个族裔又勤劳又那个聪明 然后又任劳任怨 又会那个改善自己的这个缺陷 我就爱到不行 虽然我们这里边经常也有些人做不好的事 就是做negative的东西 但是谁没有呢 在任何人群里都会有这样的1%的人是不协调的 对吧 我们只要overlook他们去做我们该做的就可以了 所以做义工是一件非常有收获的事情 虽然它的收获不是在金钱上面 它的收获是在经历上面 我觉得等我发失之后 我会特别快乐的回忆 我所经历的每一天 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同时我也觉得也会鼓励更多的华人走出去做更多的义工 从每一个小事开始 然后抱团做一个小组织 然后做一个大组织 做各种各样的功能性的组织 去参与到学区参与到市府 甚至参与到这个加州的这个立法层面 很多人在做 如果咱们不用做leader 我们做follower就可以 为大家摇旗呐喊 去做捐款 去做whatever 任何事情可以帮忙的 我们都尽量去帮 那我这个华裔会越来越好 所以做义工是一个非常有成长性的事情 但是也确实是没有多少金钱回报的事情 大家还是 但是心理的满足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也就是我会继续做下去的原因 我可能还会做到我做不动的那一天 然后看看我们的华裔在美国能成长成什么样吧 好的谢谢 那么今天呢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本期节目在这里就接见了尾声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大家